指研没问题 我没有啥信心 我到第三轮的时候 自己没有什么完整的 就是成型的这种内容 咋着 我端子太碎了 给哪都哪都不挨着 她痛苦了 这是啥 这是啥呀 我还行 这就是还是储备的一种套兰 还是有储备的 对对对 啥事 咋办 给杨天真老师买个购物卡 给郭麒麟 带送鞋 我疯了 我现在疯了 现在有点直观的看到什么叫要碎了 没事一路就好了 你看前两个一路就好了 对他就是说明你可能是那个陆志行的选手 沈颜老师才是爱兵必胜 他每次他的性格他每次都 心里感觉很没底 对 近历了 近历了 下一位选手呢 可以说是特别特别的活泼开朗外向 有请东北哀人 石岩 大家好 我叫石岩 参加这个节目 挺开心 真人秀导演跟我说呢 要我给他拍点生活舞蹈歌 他要剪片子里头 我说这个生活舞蹈歌最近可能是拍不了 我们家最近冷战的 没人给我拍 他可高兴了 他说太好了 那像你老公给咱拍点冷战的舞蹈歌吧 冷战的舞蹈歌 知道啥叫冷战吗 谁先说话谁就输了 我这把您的节目输了我也不能输给他呀 这个是冷战的时候 说话的时候更吓人 我们现在说一次话 我感觉我就少点傻 少个器官有的时候就是 我有的时候跟他说 我说帮我找一下眼镜 他说你没长眼睛吗 我说老公帮我给手机充一下电呗 他说你是不是没有手 哎 多爷们 我喜欢这种 然后有的时候在单位 被领导批评了 我就回家跟他诉诉苦 他说你没长脑袋呀 所以他这么说我就不爱听 我说没长脑袋的话 我眼镜往哪儿挂呀 我回手我就给他泪一个嘴巴子 他说你打我干啥 我说你脸上有个蚊子 他说有蚊子你就给他轰走呗 我说主要也不是想轰蚊子 主要是想告诉你我有手 他说那你还挺有脑子呢 是 我第二天我就给我们家蚊子都给撒一遍 我怕蚊子落我脸上 我说这有脑子 但是有脑子也整不明白孩子 我们家现在有一个小孩 今年十岁了 就是跟你们说 个外头我都告诉你那八岁 我特别害怕 就是别人通过我儿子的年龄 我反过来推算我的年龄 我怎么回事 我就突然感觉自己 我说我们家孩子 突然之间这么大了呢 自己都有点接受不了 其实刚才跟你们也没说实话 其实十二了 长这么大了呢 这么大个孩子 真的当家长这些年 净上当了 前一阵有一个兴趣班给我打电话 他说我们最近新招了一个老师 三十多年教练 让我去试听 我去听了一下 我说你这个不止三十年吧 你这个最起码得有八十年教练了 比我说话还慢 我说你说话这么慢 一堂课能讲几个指示点呢 我这两年诈骗钱的我不到啊 孩子还是应该少上点兴趣班 多看点书 我就给他买了几本作文书 这作文书前边讲的可好了 翻开作业给我吓一跳 他说请你和墨眼比一比 看看谁的描写更生动吧 我儿子还能跟墨眼比 咋的我儿子是余华呀 余华也不能同意呀 再说了 我也不能同意 余华都六十多了 我这个我十二我都嫌大 而且你跟现在的小孩沟通也很费劲 现在的小孩满脑子都是互联网思维 前两天我儿子跟我说 他说妈妈能不能上咸鱼上给我收一本写吧 你得暑假作业去 我说孩子闲鱼上都是媚血的 他说那正好把我这挂上 我这媚血 然后有的时候也挺担心他早恋的问题嘛 我就侧面里问一问 我说孩子你们班 有没有那种小孩 有男朋友或者是有女朋友的 他说妈妈 基本上都有了 我就特别紧张 我说 我说孩子那你有吗 他说我没有 我是一个孤儿 我都不知道他是明白还是不明白 而且你培养小男孩是吧 你还得给他听点英雄的故事 培养培养他这个男子汉的气概 所以我之前就给他听点那个 善田芳的白梅大侠 善田芳你们知道吗 讲评书的一个评书大师 要不知道的话更好 就千万别让孩子听了 我现在都不太敢回家了 我一推开门 我说孩子 妈妈回来了 哇呀呀呀呀呀 妈妈 来得好 我说孩子 你那个桌业写完呗 妈妈给检查检查 妈妈给检查检查 妈妈拿命来 我说我咋睡不着觉呢 总想要我的命 我现在天天晚上感觉有人要害我 总想要我的命 我看他是真想当孤儿 但是想当孤儿也挺好 最起码这个事 我老公可以参与一下了 我有的时候就特别不平衡 我说为啥带孩子这些事 都是我自己的事呢 我就问我老公 我说为啥就耍我自己 他说因为你是他妈呀 为母哲纲 我说那你呢 我为父不仁 真的我有的时候就在想 我说真人秀什么时候能介入一下 那我得婚姻呢 就邀请这些摄像的大哥 上我们家也去架几个摄像机去 那样的话 我老公在镜头前边 多少能呈现一些他的优点 完了万一哪天他要是表现不好的话 我就给他淘汰 我换一个男嘉宾 想到这儿吧 谢谢他 好 谢谢喜爱的表演 喜欢看的观众朋友们 不要忘记给他投票 投票到最时最后三秒钟 三 二 一 行锁票 好 谢谢史颜恩 我跟天真两个人 我们老得也七个掌 老是看我们在同一个点子 我的感受哈就是 我是没有想到史颜恩会上模仿 啊 啊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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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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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 完全震惊了我 哎不是我没有 表演善田芳的时候需要做有心理建设吗 不需要 其实模仿的不是善田芳是我儿子 啊 他还属于中间上吧 中间上 哈哈哈哈 我们还以为模仿不好 哈哈哈哈 就是呃我在听的过程中 有一个感觉哈 今天这一场的文本结构有点松散 对 也不这么爱 太对了 我觉得你的那个什么状态最好呢 就是你看似平平无奇的讲了一个生活细节 然后特别狠的搓一刀 我觉得如果你成套文本是这种状态 就铺几句来一下 铺几句来一下 就会特别精彩 我在里面听到了几个这样的结构的闪光点 但是又被你整个比较松散的文本冲击掉了 所以我觉得有点可惜 啊 是 然后在前面的那会儿挺温吞的时候 我还心里在想 我说不管今天演成什么样 我最后我也给你这一票 因为我非常喜欢你的风格 然后正在我正琢磨着 我说得了 确实今天可能发挥时长 你话说 你直接 这个像 你来闪电方 我说 哎呦 他怎么也成这样了 我心想 然后我就开始想 我说那我还给他吗 完了他肯定也要变了 他要异化了 他要在这个舞台上 然后后来我一看 我说啊 仨人都给了 好像也不缺我这一票了 我 我其实仅是喜欢他今天因为 我也也没给给过你票啊 真的 没事 我喜欢你 补巢你老公那个 你怎么证明你有老啊 有熟啊 有眼睛 那个很无聊啊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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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真的这样的状态 跟刚才善田方的那个状态 我很难匹配到同一个人 然后我就想说 我说脱口秀的 他最大特点叫 惊喜 就真的惊喜 预期违背 对 所以我就觉得 哇 这个真的是炸了 我完全没有想到 就是这个 我一定要给你一票了 但是我想说 他前面说他老公这一段 难道不叫黑老公吗 他之前黑的更 更厉害啊 他是在表演 他是在 假装 哦 这个叫假装 我那个就是真的吗 我特别好 这观众怎么来分辨 真的和假的 我想学习 哈哈哈哈 好 那我们谢谢史颜 他获得了七分组的四票 有请现在目前排名第四的 戴维回到海中 那现在这个排行榜 究竟会不会发生变化呢 我们看一下 史颜的最终得票情况 他票出出来之后 我就会觉得他可能就危险了 就会不会他捏一把汗 我感觉我 我是倒数第一 其实戴维的那套 他也挺完整的 好 史颜161票 我们看一下现在排行榜的排名是 战业第三位 恭喜史颜 非常通人性的选手 大家看了一个演员吧 特别容易就是比如说 他是什么文本型的 或者他是表演型的 其实他这个叫幽默 学表演的 你可以尝试尝试文本 文本的也可以尝试尝试表演 所以说我今天要 讲一些文本的内容 有请排名第五的富航选择 富航 我觉得富航呢 他一定会贴封边 他那个状态就是封边的状态 那我选这边吧 我之前做过很多工作 这些经历 经过一些艺术加工 都可以变成段子 我也是这个富航演员 我也是这个转视频博主 遛狗达人 爱游泳的那个水猴子 我就感觉很多身份 配狗 我也是好手 不是我配啊 是我帮狗配 这个不上班你养我的意思就是说 并不是自己热爱上班 我为了生活才去上班 所以说我就找了一个 我比较符合的那种段子内容 跟他结合在了一起 给大家分享一下 救主报代票 您的信心高过他 我最大的对手 其实是我自己 我现在需要的就是 调配好自己的状态 让我们掌声有请富航 今天的主题是工作 大家都知道我是毕业于 就是BJ的Junior College 就是北京的大专 我呢以前也在一个 internet share place be responsible for turn on the computer 对在网吧开机了 我也做过一个世界500强企业的BA 然后他就保安 保安 我太喜欢他了 但是今天都不讲这些东西 今天要讲的是我人生印象最深的一份工作 是一人身份赋能营销师 什么 就是扮演假粉丝街机 有意思了 朋友们 我第一次干这个工作 是在我高考失利之后 那个时候我同学介绍 一次100机场集合 普通地铁几块钱随便坐 机场快轨25一趟 我没坐过 我第一次出站一刷卡 光灯扣我25 我说有黑客 人说孩子就是25 我说你也被黑了 后来所有人告诉我 就是25 我大脑一片空白 因为我意识到 回去还25 但是大丈夫能屈能伸 虽然我的路费已经达到了50 出门还买了一个肉夹馍 所以说这趟活我只能 花了55 只能挣45 但是我想没关了 干 到那之后呢 助理给我们每一个人发物料 发海报 先给你50 找艺人签完字 结剩下的50 要求是越疯狂越好 我实在是喊不出来 我看那个艺人一出来 我看上来 我说 我实在喊不出来 我左边有一个大姐 她看到艺人喝了一口水 那个大姐 我说你这多少钱呢呀 你这不得500 她说我是真粉丝 我说这个比不了 我说赶紧要个签名就走吧 到那我说 哎 签个名可以吗 当时在机场给我发物料的 那个助理 她伸手拦我 我说签个名可以吗 她 哎 我说 哎 无奸道 不结为款 她说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得到签名的 当时我大脑又一片空白 因为如果我拿不到签名 等于我自发来这捐了一个肉夹馍 娱乐圈太黑暗了 连假粉丝的钱都骗 我 我成真粉丝了 当时 执着这事之前 我说签个名可以吗 非常礼貌 执着这事之后 我看着她 我说我要 下面 哥哥 所有人 会避三次 我左边那大姐 你别喊了 我说怎么了 我说瞅你像我婆婆 当时我说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一定要要签名 我说签名 签名 没人拦我了 助理也不拦我了 因为这只要再拦我 我直接就 五十 一人就给我签 拿过来签字 签完了给我 我拿过来一看 字迹潦草难以辨认 还是要害我 还是要害我 到时候说我自己签的怎么办 当时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我说你 再签一个 一人蒙了 助理也蒙了 助理说 你要一百五 黑之黑 我说我要一百五十五 这边 你说他给你签 你要咬人还是他吗 他签一半 他说 你喜欢我多长时间了 我说差不多得了 五十的不寒表演 想看完整表演 请开黄金会员 当时 我说签名 签完了之后 给我说你看行吗 我拿过来我给助理 我说你看行吗 助理说行就行 当时呢 我的工作结束了 他旁边有一个真正的粉丝 那个大姐 说哎 打个招呼可以吗 那个艺人连看都没看 他直接就往前走 我以为他会非常生气 但我没想到 他说 好酷哦 我不行了 我说 他连理都不理你 你这样吧 我拿一张海报 我说你别问为什么 直接拿这个海报找助理零五十块钱 他说不 我想要这个海报 对我的那时候年少冲击太大了 冲击太大了 有一个跟我一块干的兄弟就劝我 说哎 干嘛这么大冲击呢 你以后干不干 我说以后我真不想干了 都说你别不干 这活多好啊 就站明星旁边 什么都不用干 给点反应 实在不行 傻笑就行 还有钱拿 不干白不干 我想天天干 我说呀 有道理啊大哥 你怎么称呼 都说我叫颜鹤行 我一年没见着明星了 哦 不是明星 是少主 真的 我发现我的人设做得太低了 跟那些人设高的完全就不占便宜 人设高的 他理都不理你 你占了很多小时 你出去 你不理他 完了之后他觉得 啊好酷 我在剧场外边 要碰见我的观众说何张颖 我说不方便 我的观众直接会说 你装你 你什么东西 也没观众忘了要签名 我在上海演出 我上次来上海 观众说签个名 我说可以 他看着我说 笔呢 我说我给你找 我找完给他 他给我签了一个 但是呢 真的做这个行业之后 我才发现 人设做得第一才好 这是我长大之后的感悟 首先第一 我的人设 没法塌房啊 我怎么塌 我都不是人 我怎么塌 我没得塌 我怎么塌 我学历造假 你说你是新东方老师 你是清华毕业的 你都得拿一个论文 人家觉得 啊也就这样吧 我不用啊 我在演出北京 我说三眼三十六等于 二分之一 你得大哥 牛 你学习老 我没干他呀 但是最近网上 的确说我要塌了 的确说我要塌了 他们开始传着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他们说 富豪塌房了 原因是 学信网查出 富豪的学历 竟然是本科 我不想澄清 人家都让我澄清 我说不澄清 就这样吧 我也想进步啊 你见过他放我上卡的吗 雷鸣普通他放我 他他学区放 我呢 欢迎观众 什么都能包容我 我看其他人 你说要结婚 其他人都说 不要结婚 不要结婚 其他的观众 不要结婚 我演出的时候 试了一下 我说我可以结婚吗 第一观众 你可以结渣 他禁止 衍生动物表演 当时 我就发现 我其实这个人设 还挺好的 没有什么负担 比较真实 但是我发现 也避不开 前两天接了一个活 甲方跟我说 要提供安保 我说如果 我演完初 还得穿制服 给你站岗 得加钱 他说不是 是给您提供安保 我说如果你给我提供安保 就会出现全天下 是最尴尬的情况之 保安保护保安 那保安也太安喘了 我就希望这些荒唐的事少一点 不要看这些舞台上边 觉得这个人是谁 其实每个人都有真实的一面 非常感谢你们送了给我 一场完美的演出 谢谢 好 谢谢普通的精彩美人 我们看到张宁童们 不要忘记给他投票 投票倒计时 最后三秒钟 三 二 一 请锁票 好 谢谢富航的表演 首先我们对这种雇人接机 这种扰量公共秩序行为 得表示谴责 其次 顾也不能顾富航 拒绝动物表演人人有责 别烦别人包 这是节目组让我给你的 过来拿一下吧 饿了吧 你扔过来吧 要不然 能接住吗 绝对能 就一根还捏黑了 非常好 天真姐 怎么在肉有所思呢感觉 我是在思考他演猴和你演猴 谁演得更好 谁没谈过 好好好 但今天富航还是跟一网有些变化 你们有感觉吗 沉稳了很多 表演上还是你是做了一些调整吗 你自己啊 对我现在就叫富航 括号专注文本 哈哈哈哈 哈哈 但是他有内容呢 我不喜欢这个 哈哈 哈哈 让一要讲了一些什么东西给我们听 不是你的风格 我喜欢的没有意义的 其实你仔细听他今天有一些也没有意义 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是吧 你为什么要选这个 这个没工作我养你这个主题啊 你不是应该选发疯那个主题 哈哈哈哈 因为其实我的题材吧 往哪边靠其实都可以 我觉得这个更像工作 完了就讲这个了 对 但你的表演是那种会去细细的抠他 什么地方该到什么程度 还是完全free的 就是看线上的感受 我自己会每次演完之后看我自己的视频 如果说是感觉恶心 我就往下剪一剪 对对对 就是看自己的感受 然后和观众现场的反应 今天观众特别好 所以说就是可能后面再多给一点 如果观众要是没有那么热的话 我可能就少给一点 大概就这样 对对对 那你这次来参赛是冲着拿喜剧之王来的吗 呃比赛吗 肯定都是想要好成绩 呃对对对 我觉得你也非常有冠军像啊 哈哈哈哈 看好你 哦 先说好啊 我今天所有的表达情绪都是真的 就要不然你们会觉得我爱每一个人 哈哈哈 就知道我刚刚觉得说 完了为什么把富航放最后呢 因为我经常在睡觉前刷你的视频 啊 真的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他让你安眠吗 可以 也没有就是稍微因为有时候一天的工作压力很大的时候看看他你就会很放松 然后也客观的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你原来长这样 哈哈哈 因为在视频里面他经常是翻白眼啊摸头啊然后就不让你好好看他的脸 其实我刚才非常认真的审树了一下你的脸其实的五官很俊俏 对 俊俏我的妈呀 俊俏 我只是想说你有时候安安安静静这样子在那讲其实也蛮很有魅力 哦 觉得可以更多元化一点因为确实大家在线上看到很多像我经常追那些视频里面都是张扬的就是哇很浓木 很重的现在这样子单单的站大可能蛮讲断的真的做到你的文本之我小小的建议 啊 哦谢谢你谢谢我怎么每个人都喜欢哈啊别看见别看见我们这辈子 哈哈哈 台方我也给你个建议 下次再接粉丝阶级这种特别费嗓的活呢 记得带两瓶京都念慈安琵琶膏 哈哈哈 润猴护猴到时候你尽管嗷嗷喊做全场最疯狂的马楼 好棒好棒啊 哈哈哈谢谢好那我们又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现在你看其实那个席位又不多了 有请排名第四的卡卡回到舞台当中 我们一起看一看富航的最后得票是 反正肯定富航是稳了的 富航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我从来不担心富航 恭喜富航194票成功晋级 恭喜富航194票成功晋级 我请你从往晋级区 富航讲之前我认为他不应该选这个选题 因为我看这个人他就不应该有工作 直到他说他是装粉丝借机 我说是他干的 这就是他工作 富航他很有文本的 这篇我开房门听过 其中有一个段子 我现在想起来我还会笑 我可能后半辈子就指着那个笑话笑了 富航一上来的状态我觉得特别好 我们下来的一个话也叫 文活武史 这个片子门的一个文本 但是富航还会用那个壮在心一眼 其实反而魅力会更大 这位选手呢在前面赛段也是战胜过魔王 但是至今手里还没有金牌 这个赛段说实话时间不是很充裕 最近还有一个节目在播 我就逼着自己多去创作 这是我稿子上的一些笔迹 这是我写段子的一些笔迹 就是卷 最近要写的这个範团 卷卷卷卷卷卷卷 我特别能卷 两边的导致 天使写不停的质疑是焦虑 我现在抱了三个开房门 硬杆 还要后来的 还一天撒开房门 看见了另一档综艺 寻什么样的业 我刚拍了时尚班上 回家收拾行李 把我听体验 把我听体验 刘洋都晕倒了在家 你听说了吗 没有 基本上就没睡 睡觉 起床 刘洋累的在家晕倒 我对自己的心理压力会比较大 并没有想到说是 说是要赢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这轮我是彻底的放下 这一天比赛简直了火上加火 这说明你要火了 不是要 是热的上火 上火 那好说 你看那清凉降火 这不是京东念餐 激热清吗 好好好 来点来点 来点来点 清凝味的 好清凉啊 嗯 真不错 真不错 行了 走走走 上场了 给我们掌声有请刘洋教主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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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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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刘洋 我最近还有一个节目也在播啊 然后在另一个喜剧监狱里面服刑 然后我那个节目播的时候 有人知道我参加这个节目来问我 他说你同时录两个综艺 然后还在写书 然后还在录自己的播客 还在做自己专场的巡演 你这么卷 到底是因为热爱 还是因为欠了裸袋 我其实只是因为喜欢卷 主要是因为之前上班的时候 卷不过别人 我给憋坏了 各位我以前 我第一份工作是在新东方 你也知道我们那边有多卷 可以说是东方真卷 我们之前有一个课 这课叫试听课 试听课就是吸引学生 先来听 听完了之后再买后边的课就行 就这个课我们从标题就开始卷 我为了卖课 各位我已经豁出去了 我的标题叫 英语阅读理解的五个秘密 其实阅读理解只有两个秘密 认真阅读仔细理解 我硬凑五个 然后我的课没人买 我说那看看销售冠军的课 一看标题我就服了 他的标题原文啊 阅读理解 再也不用阅读 我是大哥 真感觉 完全不用阅读 纯靠自己理解 怎么是朱丹老师也上过这个歌吗 然后 一会儿给您下跪 然后 这老师还有一门课最厉害 这门课叫做 一个小时搞定英语的奥秘 这门课六个小时 我说那剩下五个小时 干啥呢 研究英语阅读理解的五个秘密吗 最狠的是 这个老师还来卷我 我有一次惊讶地知道 这个老师 跑到十个销售组长那边 人手送了一台最新的手机 求他们不要卖我的课 我的天啊 各位 我当时都惊了 销售组长也惊了 销售组长拿着手机 问心有愧 本来也没人买他的课 何苦破费呢 交给时间不好吗 我也很精 就为了不卖我的课 各位 你只需要给我六台 我就可以不卖我的课 你给我八台 我可以主动卖你的课 你给我十台 我参加喜剧之王 我都卖你的课 我后来一直在想 我说这样的课 到底什么样的学生会喜欢 答案是所有学生 因为很多学生 他们就希望用最小的努力 换来最大的收获 我自己亲身经历 我有一个学生 高考前一天 跑到北京拥和宫 站在一个许愿池前 想用他小小的付出 获得大大的收获 他掏出一个一块钱的硬币 扔进池子里说 希望神仙可以保佑我考上清华 真敢许啊 我要是神仙 我一把把硬币抓住 我说大哥真的吗 一块钱 上清华 一块钱 从这儿到清华 坐地铁四块钱 你到我这儿洗钱来了 老命 我后来来到这个行业 这个行业更卷 但是单口喜剧行业的卷 比较客气 我们有一种默契 就是如果大家经历了同一个素材 谁先把这个素材写成段子 那这个段子就归谁 所以我们发展到现在 我们已经不光是抢素材 我们还抢去开放卖的共享单车 只要能抢到 别人就抢不了 我们抢到什么地步 各位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真的 我有一次亲眼看到 黑灯 为了敢开放卖 骑上了一辆共享单车 我们当场所有人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除了黑灯 但关键是在这个行业 我如鱼得水 各位因为我骑共享单车 骑得快 也有别人骑得快 到我锁车锁得快 也有人锁车快 到我敢不锁车 我就是这么卷 我为了抢段子 我被车撞了都没关系 我骑着单车去开放卖 然后路上一辆卡车 砰把我撞了 护士把我的残骸捡到救护车上 捡的时候也不会耽误我抢段子 我会掏出我的段子本 给护士说 别管我 拿着这个 去开放卖 上台念出来 就说是刘洋先讲的 段子北定中原日 夹记乌网高潇流 单口喜剧员很少团建 因为我们去团建 大家都不玩 都是彼此提防 谁也不要抢素材 你想想如果我们玩着玩着 老板突然掉到水里 没有人会去救他 所有人第一反应是看彼此 谁也不要掏笔记本出来寄 只要有一个人掏出笔记本 所有人都掏出来 你干嘛 你干嘛 别逼我啊 别逼我啊 不要嫌疑欺欺欺 这个时候我还得再从中调解 我说大家别抢了 一会儿老板完了 看似我在调解 实际上我在向远处的助手 发送莫斯电马 记下这个字牌 我就是这么卷 可能最后僵持完了之后 然后一看水面 老板已经没影了 这个时候我们也不会去救他 我们只会掏出一块钱的硬币 扔进水里 希望神仙保佑我抢了这个段子 当然这个多少有点夸张 因为这个时代 谁还会为这种情况 随身带着一块钱硬币 我 就这么卷 而且我不光许愿抢到段子 我还许愿抢到一瓶 统一春服绿茶 因为他创新使用了微芭蕉工艺 温润茶香 如春风拂面 直接就卷到了吴唐界 商务段子我都先写了 我就是这么卷 当然 当然我之所以这么卷 也是因为我坚信 作为一个创作者 持续创作 就是他留在场上的唯一方式 所以我希望我即使到100岁的时候 也在跟这帮演员朋友们 比着赛着写段子 我希望到时候我真正能做到 垂死病中 惊作起 笑问 这段子我能写不 谢谢大家 大人写王搜索票 谢谢大家 谢谢梁教主的真彩表演 喜欢他的观众朋友们 不要忘记给他投票 投票到最后三秒钟 三二一 请锁票 好 谢谢教主 谢谢大家 给你卷 博老师 相声圈也这么卷吗 我们不卷 我们已经平了 我们都已经 也卷也卷也卷 也有参加那别的比赛的节目的都有 人同学也参加俩 对 你们俩都是这样 都双出啊 两门老师 这个这个 那个摩斯健 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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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实在太好了 我听完之后 我越琢磨越觉得你这缺德 但是我怕又摁了 又挡你后抱抱 所以我等到最后给你摁了 其实今天稍微有点 有点使劲失望了 因为我现在还 那个感冒发着烧 这次手头 真不是因为紧张 就是因为纯粹的太累了 中间好几次晃神了 带病坚持参加比赛 这不算坚持 这不算坚持 这要没生病 得炸成啥样啊 就是 就是 这没生病啊就没有理由了 你知道吧 哈哈哈哈 我喜欢他 谢谢这套我喜欢你 哦给您下跪给您下跪 哈哈哈哈 别离别离 纯线挂 没有因为我之前看过的 就帮过你刚刚说那个卡 那个方块砖 对因为新东方老师的那个 那个段我也看过 还有您去听交响约的那个 我也看过 哦您在网上看过 对所以你在来的时候 我已经期待值非常非常高 我谢谢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我觉得你的一个比较特别是 你知道因为刚才也尝试 我说了一下 就每次梗要来的时候 其实有些的托克选员 你能够微妙地感觉到 他感觉快要抛梗了 感觉那个气场 在那凝凝凝凝凹等待爆 你特别就是了无痕迹 就特别自然地在那讲讲 然后一个个的在那爆爆爆爆 就感觉说你不笑不笑 你随意 我就在那儿 就特别的帅气和坦然 我喜欢这个气场 哦谢谢 谢谢 对我刚已经克制我自己 要不我早嗯了 谢谢感谢感谢出来 哈哈哈 很多 选手都是 呃从生活出发 但是也止于生活 但是他从生活出发 一直无限放飞 对对很多根本难以想象 根本不是生活上的事 我觉得这个才是 我喜欢的动作上 因为你从生活一个小 一直罚 一直罚疯的往外 高于生活 高于生活 嗯 我谢谢 我觉得刘洋有冠军项 我也觉得你有冠军之项 要加油哦 哎呦哎呦哎呦 谢谢天天儿 谢谢人 那咱们现在颁奖吧 啊 对 你要保持你的能量啊 你就别参加那个 哈哈哈 那边快比完了 那边快比完了 放我放我一把放一把 哎万一你两边都拿了冠军呢 都拿了 我就参加无限超越班去 哈哈哈哈 我觉得刘洋是一个能量特别高的人 就是不说这两边创作的问题啊 我知道你都开过七个专场 所以你的这些专场的素材 也是靠你平时这样抢过来的吗 不是 很多的专场的素材 就是大家慢慢积累 然后抢素材这个其实是个戏程啊 这是一个想象 没有真抢我 哈哈哈哈 周老板觉得怎么样 上次他可是赢了周老板的人 这次也是选我这组 然后他选完这组以后 富航也选这组 反正这俩人就盯着 好 大家上次不知道结果 就是周老板分别败给了教主和富航 没有分别败一起败 就是一次性全败完 但是我觉得刘洋今天 他那个发烧烧的恰到好处 因为你平时状态就很高嘛 能量很高 但今天因为你稍稍微有点蔫 所以他一开始进入这个表演的状态 那个情感的浓度跟观众是非常接近的 然后你从这开始慢慢才升上去的 对 我来以为你是故意调整的 没想到是生病了 是故意调整的 故意生病了 哈哈哈哈哈哈 呃 故意生了病 哈哈哈哈哈哈 好 那我们也谢谢教主的精彩表演 谢谢 谢谢大家 恭喜他获得了七分组的四票 我们看看他最终国票结果是多少呢 刘洋的表演的又很自然 然后那个语言节奏又很舒畅 你就听他讲 你说一直想笑一直想笑 刘洋的表演非常的让人舒服 他演再大也让人舒服 因为他大但是不怪 他完全征服了这个现场 哇 恭喜教主一共200票 我们满票是204票 他是差4票满票 嗯 恭喜恭喜 厉害厉害啊 哇 哎呦 200 我们看一下他的排名情况 恭喜刘洋目前排名第一 请请往晋级区 谢谢大家 谢谢 但是出来之后 我觉得他这太好了 这观众太捧场了 我看反应我觉得不会低 但我没有想过会那么高 你想204票满票 我是200票 我说这也太高了 刘洋我觉得将长发挥 既有天赋 而且训练非常刻骨 状态一直顶都很满 他今天真的是无可挑剔啊 是致迷归 哎 大家好我是周祺默 哎 感谢大家啊 上来给后面的演员开个场 我要不开场我都不玩这个 谁要玩这个 但是开场很难 所以我今天就尽力吧 开好了 对于后面的演员是个帮助 开的不好呢 就当对他们的一个历练吧 如果没开好 各位就接着帮我鼓励鼓励他们 好不好 好 开场还是得聊一点有共鸣的话题 想必各位都有父亲 我就知道这个可以啊 瞧不瞧我也有一个 为啥聊这个 因为今天的主题是不上班你养我呀 这就是我爸现在对我的期待 因为他现在退休了 他有退休金 但是他炒股 所以约等于没有退休金 我爸按照自己的经验就觉得 人到老年还得靠子女 所以他现在就劝我 要孩子特别急 动不动就跟我说 说你咋还不要个孩子 都快四十了还不要孩子 哎呦 关键是我都没结婚呢 他不在乎 他现在比我前卫多了 然后还有一次 微信里给我转一个网上的短视频 大义就是说 人不要孩子到老了会孤独 我没有回他 我想让他知道 人有了孩子 你得看是什么孩子 对吧 但我现在就知道 这孩子指望不上 我还是得靠自己 所以我现在就开始 为自己以后的退休生活做打算 前两年我就开始买基金 越跌越买 越买越跌 买到重仓 我为啥这样 因为我在网上看到 巴菲特说过一句话 说你要在别人恐惧的时候贪婪 我就贪婪 但我感觉我有点太贪婪了 就巴菲特看见我的贪婪 他都恐惧 他说哥们 你还是要个孩子吧 说实话 如果巴菲特对我说这句话 我不反感 只要他愿意当孩子的爷爷 我可以接受 立刻给他要一个 我还有拍灯的 好了 连孩子妈妈都有了 孩子的干爹也有了 不能再拍了 我怕关机有点负 一家人 不能再拍了 不能再拍了 再拍我也赡养不过来了 我知道很多人都会讲 这个炒股赔钱的段 但我今天不讲那些 我今天就是来分析一下 就为什么股市这么难赚钱 但是这么多年 还是有这么多人 前夫后继地杀进去 包括我爸 包括我 是因为这些人蠢吗 我觉得只是一方面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很多上市公司 特别擅长炒概念 讲故事 比如之前 元宇宙特别火的时候 很多公司连个产品都没有 只是沾上一点概念 骨架蹭蹭就上去了 有句话叫 站在风口上 猪都能飞 现在是 风还没有来 但猪都已经站好了 就一排排在这站 还彼此鼓励呢 你信我的 肯定有风 你就在这站着吧 肯定有风 你你你感受 感受 闭上眼睛仔细感受 屁股后面 是不是有个小范 然后一回头 发现后面之猪在那 后面的猪还在这说呢 你们元宇宙不起飞 赶紧起开啊 挡着我了 你谁 我谁 我人工智囊啊 我得赶紧飞了 我后面还有无人驾驶呢 真的很难赚钱 股市难赚钱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很多机构 向你推销产品的时候 它总要带一句免责声明 比如刚跟你说完 说这支基金收益很好 但马上补一句 但历史业绩 不代表未来收益 现在是个很好的买入点 但不构成投资建议 总体来说 股市的长期收益 好过银行理财 但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我听完以后就想 什么话都让你说了 而且你这话明显就是 理性中带着一些蛊惑呀 让人很容易听完以后 就恐惧中带着一些贪婪 所以我觉得这招 父母应该学一下 催孩子相亲用 肯定比之前惯用 你想一下 如果你过年回家 你妈这么催你 说孩子呀 给你找了一个相亲对象 长得可帅 但历史面貌 不代表未来长相 以后长成什么样 妈可说不准 但你去见见吧 也没啥事 人年薪也高 但这个也不够成选择建议 总体来说吧 两个人过日子 肯定比一个人要轻松一些 但婚姻有风险 相亲需谨慎 你听完以后什么感受 你听完以后肯定会想 什么风险 谨什么慎 别人在相亲世上被不幸福的婚姻套牢 是他水瓶不行 妈你放我进去 你看我给你杀一个七进七出 你就等着看滤不滤就完了 我还看过一组国内的统计数据 就男的买基金真的更容易赔钱 为啥 因为一般而言 女生买基金 它持有的数量少 但是持有的时间长 而男的买基金呢 一般它持有的数量多 但是持有的时间短 就女生买基金 一般是这种感觉 我的小宝贝 我知道你现在啥也不是 还有点跌 但我会一直陪着你 你是一个潜力股 男的买基金呢 一般是这种感觉 我的小宝贝 跟着哥 以后按月给你打钱 哟 这只基金也不错 所以我觉得 女生可以多买一点机器 但这个不够成投资建议 要说有啥建议 就是投资真的没有那么靠谱 还是得找个班上 有一个持续稳定的现金流最重要 你看我现在为啥又来上节目 还要给人开唱 一方面是出于对脱口秀的热爱 但不多 更重要的方面就是 我得补仓了 因为我最近又看上一只鸡巾 这小鸡巾还真的挺不错 好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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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我们带来精彩表演